Music Lever Dice 唐龍志新書發佈會 在這裡首先邀請Donnell Ashley的兒子 Ian為我們說幾句話 有請 謝謝各位今天提任新書發佈會 謝謝所有朋友和所有嘉賓、藝術 還有我的好兄弟Tommy 這次最主要的這本書 就是想做一項慈善的活動 和關於兒童患病基金的 這個是生前的議員去交代 想用他的治療 去幫一些有痕病的小朋友 去籌款做治療 另外還有一個籌款的目色 就是做音樂的教育事業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計劃 就是做爸爸的電影 電影的部分交給我 再來講講 有請歡迎 大家好 午安 午安 謝謝大家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一齊來到這裡 其實我也是在香港出身的 不過我二十多年前在澳門 現在有一間傳媒公司 在澳門那裡 澳門成立了 其實阿俊之前 我是未見過世伯的 即我是不懂世伯的 但因為透過這個機會 他之後慢慢了解 他爸爸的心情故事 很多不同的 令我很打動我的故事 我覺得是一定要 無論怎樣都好 都應該將這個故事 變成一個真實的電影故事 希望可以給現在我們的年輕人也好 或者我們的音樂界 所有朋友也好 可以一來是紀念 二來可以將他的精神傳遞下去 所以我覺得我會是希望 用這個 因為拿到 多謝阿俊給了機會 我們拿到這個自傳的 這個故事的 獨家的授權 我們會將他的希望發揮光大 可以造成一個真正可以上去韓國的活動 今天是我們第一部曲 就是《自主》 希望陸續陸續 電影和這個演唱會 都希望和他的電影是有關係的 多謝大家 好 謝謝 多謝阿俊仁 還有多謝阿俊仁 可以到台下就在了 謝謝 唐龍出生在1954年8月 她的父親是英國人 而母親就是來自馬來西亞 至少已經是香港定居 所以她一直以來都以中國人自居之稱 唐龍在五歲 在她生日的時候得到了她第一個股 亦都開始了她的陰王生涯 十六歲更加被票選為香港股王 唐龍的創作也都有很多經典的作品 大家都應該為人熟悉 史為人也有很多熟悉 以及亦都了解的了 可以堪稱為華語樂壇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更加在她三十歲的時候 更加擁有亞洲古王的美姨之稱 講到唐龍的音樂生涯 在樂隊方面 就要由1974年開始講起 當年她加入樂隊Rang Band擔任鼓手 亦都是香港流行音樂史上 第一支以黑洛自居的搖滾樂隊 亦都為香港海洋樂隊 做了開幕的嘉賓 Rang Band也是唯一對香港樂隊 能夠進駐海洋樂隊 舉行她的演唱會的唯一對香港樂隊 後來Rang Band的主音零聲 樂隊音而解散 當年亦都開始作出她的個人發展 1982年 唐龍邀請了自己Rang Band 裏面下串的認識的朋友 黃良色 蘇德雲 和士特林組成China樂隊 1985年 China樂隊亦都成為了第一支 中國大陸舉辦演唱會的搖滾樂隊 當時一局舉行了九場之多 亦都開啟了中國的搖滾之會 唐龍的身影不單止在樂隊的發展上 亦都活躍在香港能行的音樂圈 很多當年的著名歌手 例如徐小夢 譚詠麟 鍾濟彤 張學友 關淑妮 陳奕迅等等的知名歌手 亦都擔當他們的作曲和編曲工作 對於一眾的音樂人或者樂迷來說 只要提起唐龍這兩個字 就會不其然聯想起他們的樂隊China 想到他們的歌唱專輯 There is rock and roll in China 這位搖滾前輩 用了近四十年的時間 為後打開了一個搖滾的開門之後 實在令人敬佩 同時亦為香港人 引用出很多很多很出色的樂手 今天在場亦都見到不少的他的門生 亦都在這個場合裏面出現 經歷了數載 花了兩年的籌備和編寫的時間 今天唐龍的自傳和他的CD 是同步在我現在手上變成的 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這本書除了扣隨成本的開支之外 都跟剛才Ian說的 其實都是希望令到 Domechity的心願可以達成 部分的收益會撥捐香港兒童患病基金 去幫助患病的兒童 幫助他們得到成績的招呼之外 而部分亦都會預留款項 支持和推動本地搖滾的樂隊發展 在這個時候 事不宴遲 我一定要邀請今次這本自傳的主編 Lady 跟我們分享幾句 有請Lady Lady 謝謝 謝謝大家 Lady 我想因為 這個Casso這樣說幾句話 正說那些把肥 其實我想大部份在座的 都是Donald的朋友 傳媒比較少些 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很開心 我今天是派了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很生日快樂的 今天的明報 星期日 生活中 我們做了一個 Donald 的一個 feature 他們叫Donald 作為 留給香港人的自由位置的 搖滾達人 有三大版的 講了很詳細 關於我們將會 就是 Donald 現在的碟 他選了這個碟 和書 大概的內容 其實我們很想做的是什麼呢 你可以 我們很想做的是什麼 不是只想我們那一代 就是 Ran Band China 那一代 玩Ban的人 知道 Donald 富士 是想這麼多 新的年輕人 甚至 再小一點的 現在還在 十多歲的 這些小孩子 就是他知道我們這個 這個歷史 因為我覺得 Donald 最後 很多個階段 很想做的電視 就是拉著他過去 曾經啟蒙他法股的前輩 還有 亦都拉著現在新的樂隊 想將這個 他想做這個交棒人的角色 其實我是想做這個 我就做這個紀錄上的交棒人 很可惜的 有一些也做不到 但是 我們有人會繼續接客 一直做下去 我就相信 那個 記憶也好 文化也好 還有那個 精神也好 是不會死的 所以 今天我們 有這個 feature 適合在今天這個日子 You want that Donald Ashi 大家都記住 香港記住他做的事 希望香港 將來我們 發展得更加好 希望大家 多些 要朋友 支持 做本書 多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其實大家 很疼 DoubleH 因為見到 當在座 都是他的門生 我們現在 都邀請 這班好朋友 來到台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少少少 包括當面 有周啟昇先生 還有 Color Color Sally 和Michael 當然 做得 龍後燈 我給你掌聲 謝謝 好 接著有 Kiki 當然 做得 KB 還有野佬 明蘇 還有兩位 嘉賓的 就是 林武德先生 和鄧惠詩小姐 給掌聲 謝謝大家 各位 我們來到台前 那 現在 其實 這些 全部都是Donna Ashley 的好朋友 所以 在這個時候 都願意走出來 支持這件事 還有 願意將他們的 對Donna Ashley的 敬意 有少少少去分享 那我先交給 明蘇先 掌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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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應佬也不行 哈哈哈哈 我給掌聲 給你們掌聲 先 聽 大黑超 Donna 是最喜歡這樣的 嗯 黑超 背心 我認識他就是最早 我說Donna你好像李小龍 他真的是 李小龍的精神 嗯 還有剛才他說 李小龍的東西 我知道 你介紹很多 他給了小指 但是我們 老鬼 你那些 已經進入去了 Donna 第二次看Donna 表演 對BangDonna 你這樣聽過嗎 這個我沒聽到 我以為聽你說 他背著牌 很大 我看鬼仔這麼英俊 他就是在唱一首歌 他經常說 我還能說那首歌 但沒辦法 因為第一次我見他就是在唱 Donna I do I think 那首歌叫什麼歌 總之我每次見Donna 我都會想你 我想大家不如一起唱 生日歌給Donna 好嗎 好 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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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Sally Sally Sally說兩句 Kanny先 Kanny先 好 我就很遲才認識她 其實就是 你她遲過 我都遲了 不要緊 但是我認識她這短短幾年間 我覺得她很勤力 就是她總是知道自己打鼓很厲害 去到某個level 都要每一天都要練鼓 她不論她什麼天氣 或者她不舒服 她都是打鼓 這件事我覺得太厲害了 還有你有些問題 她會回答你很長的 如果你有耐性 知道那個答案 其實可以跟她吹很久 她願意花很多時間看 對 你想知道什麼 她會說完給你聽 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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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知識 全容 跟她 跟她溝通 聊天 其實 除了音樂以外 學習 學習很多工作 做人的態度 做人的態度 很感謝Candy 然後 再來Sandy 好嗎 我每次見真 Donald都叫她 Master Donald 我也是很後期才認識她 但是 我們認識的時候 已經是 我們一起做的 就是 剛剛那次 是幫Candy錄一隻她的唱片 那次我剛剛設定好的室舊 都找了一些朋友 或者我們自己錄一下東西 但是那一天 Donald來錄音 是很不同的 是人搭電梯上來 已經聽到 即是在哪裡 她的力 即是她那種 那種 那種磁場 即不是出場 是錄音 即是她那種 表情 她那種 在她的血 而且她很愛音樂 即是 她為了一隻 可能這隻Demo 什麼都沒有的 但是她只是帶了一條故片 她用她的音樂 來豐富了 我們的音樂 那即是很感謝她 是 給我們這麼多的音樂 好 多謝Sandy 接著我們又是 那師傅 我可以有所知 她很喜歡尼小龍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音樂界 師傅絕對 可以說是 音樂界的尼小龍 即是是一個轉型 即是她 如果在股上教我們很多東西 她都教了我們很多名 做入送你 或者一些 事非他法的東西 那我自己很期待的本書 那快點登記一下 看看有什麼可以看到 那今晚我們可以在家 拿重書在床上 好嗎 OK 謝謝 接著我們有 KB KB在旁邊 那你先知道 就像Mike剛才說的 他就說 師傅叫做 就是師傅 一家武館的師傅 沒錯 他也很疼愛他的徒弟 那我就不說那麼多 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 剛剛入行很久的時候 他知道我 接下來有一個演唱會 是會跟阿豹哥做的 是的 然後他知道 然後他就會 發了一句E-mail 給阿豹哥 他會說 那個故事是我的徒弟 我看著他 師傅 對 那我去到Rehearsal的時候 就跑哥就說 喂 我今天收到阿豹哥的E-mail 他叫我看著你 你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他會真的這樣 關心你 關心你 還有如果沒有 Donald Ash 師傅這個人的話 應該就 都沒有這樣 這條路沒有走那麼容易 我長順 沒錯 所以 也都知道很多 這個音樂圈的 很多的故事 然後我會再發掘 去問他 那誰是否真的這樣 然後他就會再說 你放心 I'm writing it all in the book You'll see it later 好 這個也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先 透過師傅和徒弟之間的成全 裡面 去新教給徒弟 這也看到今天KB的成就 好 然後當然有野佬的明叔 我是想分享少少少師傅說的那些 有趣的東西 好 他就 他就 經常跟徒弟說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 你記得要練習 你幾時都要練習 你在做什麼都要練習 不過我不用練的 因為我天生的 我們每天都看見師傅在練習 但是有趣的 師傅他把嘴巴這樣說 其實他一定是我們裡面最勤力的 還有很謙卑的 對 師傅他講笑的 就跟你說 我是天才來的 我不用練的 但是你真的要練 但是練得最厲害的一定是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見到一個天才 他都是這樣去練的時候 他的感染力 他會帶頭走出來 告訴你師傅都要練 那你的徒弟你自己懂得做 自己想念他 我們都這樣練吧 對 那我們自己作為徒弟 其實我們都很想做到一件事 就是可以把師傅教我們的東西 繼續去傳承 去給其他客戴 雖然我們都學到師傅的平衡 但是我們都是 儘量將他 技術上 可能一定不會有師傅的 動力 但起碼是師傅的心 和他想傳遞 給人的態度 我們要將他再發揚幫大 好 多謝 榮桑豪 接著我們讓琪姐說一下 好 初步的琪姐 其實我都是跟了師傅學股 大概差不多兩年 不算很長的時間 雖然說 在股方面他教我們很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在做人方面 他教我們更加多的東西 我相信 雖然我們全部徒弟 可能都是學到他打鼓的皮毛 但是我們全部徒弟 我相信都流傳著他的精神 其實 因為我很深刻印象的 因為師傅跟我說 就說 Music never lies 就像這本書一樣 他就說 音樂是騙不到人 就算你跟我說 你天天都練鼓的 但是你一打出來 我都知道你是不是 天天會脫掉 是啊 這個東西是真的不能騙人 所以我覺得跟夢想都是一樣 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知道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做給別人看 用行動去證明一切 是啊 亦都是Donrashly 在新教過程 亦都被徒弟們感受到那樣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們全部一直人 都堅持有這個態度的 明白 因為剛才這麼多的嘉賓 都在分享 原來Donrashly 在除了音樂的修圍上面 已經被譽為亞洲的鼓王 但原來在他人生的閱歷上面 都在呈存著他的精神 他的態度 希望這種精神和態度 是一路延續開去 給更多人 有夢想的人 去追夢的人 告訴他們 其實要用行動去證明 然後當然有鄧偉詩詩 好 講謊當然不好 是 我可能就是因為有人 講一個謊給我 讓我沒有機會 稱呼Donald做師傅 話說我十四歲 已經有個女生病 我就是打鼓的 就是在琴行那裡學 喋喋地 喜歡看年青人週報 一回一週你們都不認識的 當然是認識Donald 當然認識 當然認識這個名字 當然認識這個名字 我已經仰慕了 但是沒有想著會見到這個人 後來進了電台 見到Donald 我說 跟旁邊的監製說 你可不可以介紹Donald給我認識 我想跟他學打鼓 很高層 不說名字 他說 喂 他很嫌的 他很兇的 你可不可以認識的 你是不是真的認真學的 你在做DJ 你是不是真的打鼓 嘩 全沒問題 都會令到我 不敢去接觸我 當然啦 又說兇 又說我不是認真 又說你是不是真的想打Bang 你是做DJ 嘩嘩嘩 結果就是 擺在心裡很多年 十幾年後 看到他都還說 然後Donald就說 是嗎? 沒有我嗎? 試一下怎樣? 但是換到我不夠膽 那時候已經都30歲了 不夠 直到前幾年見到他 他說 真的可以再想 那又已經50歲了 結果又沒有想 所以一直沒有機會 稱呼Donald做師傅 但是比師傅 我更加尊敬他 很多心底話都分享過 這個人是不死的 不會死的 spirit不會死的 他的正氣 正義能量 在圈中是 沒有的 這麼正義的人 對於很多人 會理解他 因為他有正義 他正來做 不然有些不合聽 那些不用理他 忠言逆義 忠言逆義 雖然 鄧維斯小姐 未必能夠成為Donald的徒弟 但也成為了自己的朋友 可以分享 他生命裡面 有一點一滴 最後一位朋友 就是林安德先生 有請 謝謝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不是Donald 我有很多歌 我不會跳 對嗎 因為 每次 我有爛的時候 我們都要等到Donald 來打 我經常肯錄音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不行 那個鼓 我知道 我只可以投靠 誰 就是Donald 入到來 我就走 Donald 請 但是呢 盡量 好嗎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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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這樣 你知道他很威風 蹲著 來啊 開啦 可以啦 我們 所以呢 就這樣 就有了一個很好的feel 再唱一首歌 當然可以 還有一些秘密 告訴你 有首歌 叫做 《捨不得你》 《捨不得你》 我呢 那時候在做監製 我呢 就找了另一個人去編曲 但是我也幫他 就是做好些事情 才叫他做 好了 錄音那時候 我不在 他找了個鼓奴 打完這首歌出來 不是 有幾樣東西不行的 第一個 String 不行 那個Keyboard 不行 接著呢 那個鼓奴不行 我自己玩到的 那兩樣打架 我不行的 好了 那我要投靠一下師傅 師傅又到來 一聽 我很害怕 因為什麼都錄了 對 那鼓奴要拉 他說 No cl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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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說 糟了 可以不可以 夠不夠了 他說 可以了 我聽完了 我進去玩了 我說 可以了 進去玩了 一玩完出來 只停了一次 我再多一次 現在出街 那個 就是Donald Ashley打的 寫得了 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是欣賞那個鼓 那個鼓真是正到飛 正到真是正到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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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跟你說的 就是 左翁仁教了我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編曲 是第一件事 如果是真的學編曲 你知不知道第一件事 寫什麼 寫個melody OK 就是 寫了melody出來 然後 然後 我現在怎麼做呢 因為你在編曲 to the melody 是 to the melody OK OK 那我就做了一首歌 第二首歌 又是他救我 救我 OK OK 我就 那首歌叫去霸 叫去霸 那我就 就是 我經常都是 到了去霸的時候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鼓不厲害的 I'm not a鼓佬 I'm a melody maker 就是有音 有船的東西 我可以的 一到我鼓的 我有點害怕 I'm not a drummer OK 那首歌 我就要練 我給他了 然後我玩了 我覺得 那個feel 不是這樣的 我跟Donald說 我跟Donald說 喂 好像有些東西不妥 這就是他站起來 當然不妥 我都不知道這首歌是怎樣的 是啊 他不妥 他的 melody 都沒有 有些 chord 來去做個 做個東西 當然不知怎樣打 因為我沒有寫完 啵啵啵啵啵啵啵 我不是寫出來 我寫 Groove it here 然後那裏有一個 accent 我們寫不好的 idea 然後 他說 好 你唱 我唱 and 是啊 還很囂 是啊 OK 他叫咪給我 叫咪給我 去吧 沒有去 再停留 然後他說 Mamu原來是這樣的 可以了 繼續唱一段 然後他說 可以了 Mamu不用唱了 我們開球 就是去了 就是去吧 就是這樣 所以我和你分享 我很感謝Donald 在錄音的時間 都幫到這麼多人 好 謝謝麥德先生的分享 非常好的分享 在這個時候 我想請了 Eon H 和這次這本書的編委 就是 Lanny 我們一起和 在這台前也拍張大合照 和所有的門真 我們一起拍張大合照 我們一起拍張大合照 前輩的朋友 可以站在這裏 或者女士朋友 都可以站在這裏 好 大家一齊 有一張大合照 等一等 等一等 我有一點話想說 好 其實我兩個很重要的人 都要介紹 第一個就是 阿K 好 阿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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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爸爸的契仔 也是我的好兄弟 好 很怕你都和我一齊 撐住這間 Studio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這次 Free 這隻大臉 其中 爸爸所做的 三首歌的 Engineer 和我一齊 通宵mixing的阿玥 好 謝謝 謝謝 這也是 我最近最重要的 謝謝 好 那我們一起 面對音樂界的朋友 或者傳媒界的朋友 我們拍張大合照 鑿 我們來拍張大呼唆 所說的 有關 鈴 是 有些人 有開票 有爆發 雖然 不然 有